但一里书第七章是整卷书的中心 这章内容与第二章相呼应 在这里记载的是但一里的梦 而一直擅长解梦的但一里 这次他并不能为自己解梦 直到一位天使来为他解梦 他梦见四只巨兽 第一只像狮子 第二只像熊 第三只如同豹一般 但是长着翅膀 这三只兽都分别象征着高傲的王朝 而第四只兽是一个极其邪恶的兽 这个兽有很多脚 在旧约中经常用脚来象征君王 而在这个兽的头上 有一个特别高的脚 这象征的是一个最骄傲的王 高举自己在神之上 并且逼迫神的子民 那位势力者这样说 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 与一切国大不相同 必吞吃全地 并且践踏嚼碎 至于那十角 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 后来又兴起一王 与先前的不同 他必制服三王 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 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 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 圣民必交付他手 一载 二载 半载 而在这个时候 公义的神会降下审判 这个兽的权柄 会被夺去 毁坏 灭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